赵欣欣他妈又上门找他要钱 这次的由头是给他儿子买房结婚 那会儿 赵欣欣正因为工作压力过大 导致短暂失明 根本吵不过他妈 家里的志愿者护工倒是不为困难 举着拖把就把他妈打出了家门 男生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出门外骂 要个锤子钱 下次再来要钱 拿钱给你买棺材 林如柜在赵欣欣家的地板上 赵欣欣低垂着头 坐在饭桌旁 等着护工赵欣欣给他做饭 欣欣 你就行行好 一定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是最后一次 拿最后一次问你要钱 赵欣欣的眼睛看不见 但光凭想象 她也能想出林如算计的样子 你上回也是这么说的 我刚给过你三万 我不是提款机 赵欣欣炒菜的声音很大 油烟落进客厅里 电视上正重播的新闻 林氏一户人家发生爆炸 死了七个人 爆炸原因可能是用火不当 林如不敢接话 站起身 走进厨房 想把护工赶出去 去去去 你会照顾人吗 看看这油烟 我女儿本来眼睛都不好 新闻上刚说用火不当 你再给我闺女房子点了 赵欣欣欣欣欣缩缩地站在一边 林如拿着辣椒酱想到碗里 赵欣欣欣在下一秒开口 她吃不了辣 一声不让 林如的手停住 对着赵欣欣善一笑 林如走回赵欣欣面前 在椅子上坐下 闺女 你看你这个护工 要不然你把她辞了 妈来照顾你 你给你弟的钱 就当是给妈发的工资了 她不要钱 赵欣欣说 护工是我在志愿机构找的 这眼睛花了我几万 我没钱请人养着我 林如张了张嘴想说话 最后大概还是觉得 撒泼打滚最有用 又跑到原来的地方跪下 赵欣欣打了三碗饭 放在饭桌上 她把菜在赵欣欣面前 一次排开 怯懦地问 她 她吃吗 不管她 赵欣欣拿起筷子 听着林如在她耳边的哭号 赵欣欣游移了一下 也在旁边坐下 赵欣欣饭吃得很慢 林如就一直在那跪着 她的苦可以从盘古 开天批地开始送 放在小时过去 林如依旧没有起身的意思 赵欣欣欣听着她哭号 忍不住她的口气 赵欣欣起身 转身准备进屋 赵欣欣按住她 你干啥去 拿钱给她 把她打发走 别给 赵欣欣突然来了劲 看着赵欣欣在位置上坐下 扭头看了一眼 低着头的林如 她跑进厕所里 拿了灯拖把出来 围着林如开始拖 嘴里嘟囔着 让一让 你别跪这块了 跪那边去 林如一点一点 慢慢地挪 终于挪到门口 赵欣欣打开门 拿拖把指着她 没钱 你现在能滚了 你一个护工管那么多 我一护工都看不下去了 头回见你这么当妈的 你滚不滚 不滚我砸你头上 林如哽着脖子 赵欣欣真的拿拖把 往林如脸上砸 林如跳起来 赵欣欣拖着地把她 往门外送 逼得林如不得不退出去 赵欣欣把拖把架在肩上 冲得林如大喊 要不锤子钱 再来要钱 我拿钱给你们一家子 买棺材 闻大力地被关上 林如的叫喊声 被关在门外 做完这一切的赵欣欣 又恢复到那种 怂恶巴唧的状态 她低着头 小心翼翼地 把地面上的脏水 脱干净 听着这一切的赵欣欣 坐在饭桌旁 笑出了声 谢谢你啊 哥 赵欣欣不知道怎么答话 挠了挠头 过了一会儿 她嘀嘀咕咕地说 真有亲妈会这样啊 过了很久 赵欣欣才开口 她不是我亲妈 赵欣欣不是林如家的孩子 她是抱养来的 赵家抱养她不是想要女儿 而是他们俩夫妻想出去打工 小孩留在家没人照顾 村口那家人生了三个女儿 想给出一个 赵家夫妇挑中了她 说到底 赵家人没有磕待她 尺寸用度也没太扣搜 但赵欣欣从来都清楚 这永远不会是她的家 赵欣欣到上小学那一年 家里商量了几句 就决定让她晚两年再去 晚两年刚好赶上 他们儿子上学的年龄 安排进一个班 刚好可以照顾她 赵欣欣从小长到大的一切 都是为了另一个男孩 受人欺负 她要负责报告老师 成绩不好 她要负责去教导 终于等到高考 她考去省外的学校 离开家 和那个总是要她护着的弟弟 赵家断了她的生活费和学费 赵欣欣就自己去挣 她站在那片和过去无关的土地上 一遍遍告诫自己 说些苦没关系 没饿死就值得表扬 之后一直到她留在市里工作 家里人发现她能赚钱 于是又跟在屁股后面 问她要钱 林如总是这样 卑微地敲开门 站在门外唯唯诺诺 但又从来不在意她的死活 赵欣欣和赵宇智聊那些往事 聊完突然笑了 说 这世上对我好的人不多 她摸着墙走回房间 又说 你算一个 赵宇智愣了一下 慢腾腾地收拾桌子上的饭菜 做完之后 她去厨房给赵欣欣 熬了一碗清活的礼汤 她坐在那张小小的沙发上 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项链 那是她师父给她的 这世上对赵宇智好的人也不多 从来都只有她师父一个 林如一家人没有死心 没跟赵欣欣打招呼 私自替她约了相亲对象上门 相亲对象是个警察 人住在林旭 最近正忙着那个 死了七个人的失火案 赵宇智买菜回来的时候 周川已经和赵欣欣坐在了一起 她神情温柔地递给赵欣欣水杯 她头发从翠儿落下来的时候 她眼睛眯起来像 林如一家人向来不靠谱 这辈子做过最靠谱的事 就是给赵欣欣找了个不错的相亲对象 那天 是赵欣欣家校生最多的一天 赵宇智还跟着喝了两杯酒 周川不介意赵欣欣的眼睛失明 她看着她脸红红地讲 希望将来有一天 她能买一栋自己的小房子 她就觉得她很好 医生不让赵欣欣喝酒 但赵宇智和周川按不住她 她举着一小杯 吊着眼泪说 就喝一口 赵宇智给她倒了一个杯底 她舔着喝完就已经上脸 她伸手拍着赵宇智的背 你 等我以后买了房 你还来我这当护工 我给你好多好多钱 赵宇智陪着她笑 周川和赵欣欣的关系 是稳步往前发展着的 她很忙 不能经常来看她 但每次来都会给赵欣欣 带些新奇的小物件 赵欣欣如果高兴 周川的脸就会红一片 起初 赵宇智总是看着两个人笑 觉得两个人怎么看怎么登对 但自从赵宇智知道 周川是警察之后 她就一直躲着她 半个月后 周川再来到赵欣欣的家门口 问 赵宇智在吗 赵欣欣面向厨房喊道 哥 周川找你 赵宇智僵硬着身体 从厨房里出来 问 啥事 周川把手里的菜 和肉放到桌子上 慢慢地开口 哥 我问你点事 出来一下 坐在老小区前途的空地上 周川垫了跟雪糕给赵宇智 哥 你是南怀人吗 赵宇智点点头 你认识庄近吗 雪糕坏了 滴在赵宇智的手上 我 赵宇智停顿了好久 汗落在地上 最终说 认识 你俩是怎么认识的 他是我师父的哥哥 赵宇智抠着手指 说话的时候慢吞吞的 你能具体说一下吗 张静跟我师父是双胞胎 我师父是个厨子 在这里开饭店 我就跟着他 周川问 那你怎么来北市了 我师父死了 店里是火烧死的 饭店倒闭了 我没地方去 就来了这儿 庄近死了 是被火烧死的 周川说着 新闻上的话 历历在目 赵宇智的血包掉到地上 他用一只手 扣着另一只手 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他是我师父的弟弟 我就只有这一个家人了 周川没有再和赵宇智聊些什么 他接了个电话急着要走 要赵宇智有什么信息 再和他联系 赵宇智无促地站在楼下 天上的太阳照得 他头脑发昏 周川走了很久之后 他才慢慢上了楼 赵宇智的眼睛 仰了一阵子之后 慢慢有恢复的迹象 他开始能看清人的轮廓 在他的眼里 赵宇智是一个很高很瘦 有点驼背的男人 他喜欢用模糊的轮廓 看着赵宇智在厨房里 进进出出 模糊的光影打着他 趁着他整个人都很柔软 周川最近很忙 已经很久没来了 他们对了他案子一件接着一件 赵宇智偶尔在晚上和他打电话 最后总是以周川的憨声告终 上一次来 周川带赵宇智去了后面的小池街 赵宇智不放心 千叮咙万嘱咐 赵宇智倒是很高兴 他向赵宇智摆摆手飞快地出了门 周川和赵宇智被小池街昏黄的灯打着 他看不见 但能听到很多声音 那天 他试着感受它 小心翼翼地照看着它 陪着他一步一步慢慢地走 很晚才回家 赵宇智坐立不安地等在家里 十点半左右 门被敲响 周川带着赵宇智出现在门口 赵宇智还没来得及说话 周川把一大袋吃的塞到赵宇智手里 食物的香味飘散在空气里 赵宇智愣住 在没有遇见赵宇智和周川之前 已经很久没有人会惦记他了 过了两天 赵宇智突然问赵宇智 哥 你说不然我和周川试试吧 赵宇智在厨房做菜 他装作没听到的样子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 赵宇智说 我过阵子就回家了 你不做志愿者了吗 赵宇智被厨房的烟熏的落泪眼泪 他哑着嗓子说 不干了 其实 赵宇智不知道周川有没有怀疑过他 待在这里 如果哪一天真相大白 他就再也回不了家了 本事太快了 他一个在小县城长大的人 就算要死 也想死在缓慢的城镇里 林如又来找了一趟赵欣欣 这次他带来了很多糖 喜气洋洋的 看看 欣欣 你弟弟订婚了 你看这是给你的 赵欣欣摸着那一颗颗糖 林如又从糖袋下面掏出一个纸包 里面是几百块钱 欣欣 这个是你亲妈给你的 你有空回去看一眼也成 赵欣欣摸着那个红包厚度 他知道 这钱林如他们一定看了一部分 但他不在乎 小时候 他像物件一样 从一个家转转到另一个家 从小没有人权 后来更是一直没有 工作之后 日子总是很忙 但只要他拿到一笔工资 他拥有自己的家就进一步 林如今天好像只是向他分享喜悦 他给赵欣欣做了饭 擦了桌子 林如临走时 赵欣欣问他 你这回想要什么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弟想借钱买个房 你能不能给他当一下担保人 他欢忙摆手继续说 这钱不用你还 我们想办法还 我和他爸年龄大了 银行不同意 林如拉住他的手 赵欣欣扶着门框 奋力甩开 在林如的吵闹声里 他的眼睛恢复林顺清明 窗户上的光打到桌子上 糖果纸的包装和几百块钱的红包 带着金星点点的光 下一秒 赵欣欣摔在了地上 赵欣欣在醒过来时 天完全黑了 林如把他送来医院就走了 他总是不想给他花钱的 他坐在医院的床上 听着周边传出来的响动 过了很久 他听到赵雨智的声音 一贯唯唯诺诺的语调 讲到最后声音有点劈 欣欣 欣欣 他叫他 赵欣欣寻着声音的方向 问赵雨智 哥 我是不是又瞎了 不是天黑了是不是 赵雨智伸手抚摸过他的头发 一下一下的 像长辈对小辈的垂涯 赵欣欣的眼泪落了下来 小时候 赵欣欣离家七年后 第一次见到他亲妈 他妈是隔多年回村处理宅子的事 他不认识路 从于米地中间那片小路穿过去 村里的傻子尾随他 他被吓到了 越跑越快 站在前面的赵欣欣拿着刚买的菜 看来他慌忙跑过来 你干嘛呢 赵欣欣冲他身后的傻子喊 人被吓走 赵欣欣对他亲妈说 别一个人往这走 这儿不安全 那女人点头 从包里拿出一把糖塞给他 谢谢你啊 小姑娘 赵欣欣看着他手上那块疤 认出来这人是他妈 七年前 他也是拿着几块糖塞进他怀里 转头把他送出了门 不稀罕你的糖 说完 赵欣欣打掉他的糖 后来他妈走那天 赵欣欣回家去喂鸡 在鸡棚旁边找到一个布袋 里头有五百块钱 还有一包糖 赵欣欣跟自己说 他不稀罕 很多年前 那些大人就一直用这样的招数对待他 用小安小会企图换回更大的利益 这是第一次 有人知道他生病的时候 着急忙慌地跑到他身边 用手摸过他的头发 举着帮人扛货赚来的钱放在医生面前 用一贯怯懦的语调小声地说 再帮他看看眼睛 多少钱我们都值 于是到了今天 桌上红包里的几百块钱 凌如送来的糖 他递在一通电话里哭着说谢谢姐 这些事情 赵欣欣终于再也不稀罕了 人对一生 要和太多事物割席 赵欣欣认为自己太笨 所以一次又一次心软 赵欣欣回了家 医生再三强调要他静养 周川好不容易抽了空来探探 赵欣欣正让赵宇之做了张纸条贴在门上 上面写着 赵欣欣是孤儿 没爹没妈没弟弟 谁乱攀亲戚 他哥就打死谁 赵宇之的字很丑 他还买了根红笔 把两个碳号加重 周川看着那纸条乐 赵欣欣虽然看不见 但听见赵宇之细细 素素贴东西的声音 也跟着笑 晚上 三个人一起去天台烤肉 烤肉对赵宇之而言 不算专业对口 赵欣欣在一旁对每一道菜都发表评价 这个有点老 哥 那个没熟 都是新的 赵宇之被说脑了 骂他 吃吧 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赵欣欣推着周川去烤串 周川不会做饭 烤出来的全是糊的 他非要骗赵欣欣吃下去 苦得赵欣欣眉头只皱 哥 你快看他 赵宇之小心翼翼地和周川对视 周川把串塞进他嘴里 又苦又懒 赵宇之断断续续地咳嗽 指着周川 你 你 等着 周川还没来得及说话 一个电话被召回 他着急忙慌地拿上两根串 一边吃着一边跟两个人挥手 那是三个人最快乐的时光 只是后来这些场景 全变成记忆里的黑白照片 周川走后 空气一下变得很安静 晚风吹着一旁喝酒的赵宇之 酒落进肚子里 他叹了一口气 哥 你为啥来北市啊 赵宇之不好意思地笑 为了吃饱饭 你呢 你是为了啥 为了赚钱买房 赵欣欣也咧着嘴笑 赵欣欣和赵宇之这样的人 最适合有这样世俗的愿望 赵欣欣大大觉得无趣 突然猛地站起来 举着手里的签子 黑黑笑 说个大的 哥 我其实是外星人 我其实是外星人 是为了和平 才来这破地方的 赵宇之被他逗笑 他随着他样子站起来 指着昏黄冬光 下面的电线杆 电线杆上 披着旅游团的广告 赵宇之指着那个广告 拉着舌头说 那我也是外星人 我是为了这个 这个 他们一起 有些近视的眼睛 看着广告上的字 大声说 爱 爱与自由 这时下起了小雨 赵欣欣歪到赵宇之的怀里 哈哈大笑 楼下亮起了一盏灯 冲着上面喊 睡不睡了 大半夜的 啥玩意儿爱不爱的 会不会起 赵宇之带着赵欣欣 跑下了天台 雨下了一整夜 那一夜赵欣欣睡得特别安心 她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第二天早上 赵宇之扶着赵欣欣下楼散步 周川一夜没睡 提着早餐出现在楼下 只是这次 她在路边站了很久 还是没赶上前 和赵欣欣打招呼 她只是对着赵宇之招的招手 赵宇之走过去 周川抿着嘴站了一会儿 才问她 你是不是见过庄静 在她死之前 赵宇之的脑子在那一刻炸开 血液不断地往上冲 赵欣欣乖乖坐在长椅上 对着两个人的方向 见过 什么时候 一个月前 在那 一阵沉默 赵宇之低着头看着地面 在她家 你之前怎么不说 你说她死了 我害怕 那你怎么来的北施 静刚那的活我干不了 我就想去别的地方看看 身份正丢了 没地方去 那两天一直下雨 来欣欣家就是为了有口饭吃 周川和赵宇之在椅子上坐了好久 最后带她回了警局 张静死的前一天 赵宇之去了烫她家 第二天晚上 张静家失火 烧死七个人 七人体内均有安眠药 案件从失火变成蓄意放火 周川查了很久 发现庄静是个放高利贷的 仇家太多 一个一个牌 周川去了趟庄静老家 村里人说赵宇之是被人叫出去的 她不是自愿离开家 是庄静派了人把她接走的 周川才又一次找上赵宇之 赵宇之被带走那天 周川在赵欣欣面前站了一会儿 才说话 赵欣欣没什么反应 只是摸着盲杖 轻轻握握了一手 赵欣欣没对赵宇之的离开 有太大的反应 她两个星期前就知道赵宇之不是志愿者 赵宇之来她家的第一天 她给志愿机构打了电话 那边很忙 只能她说已经跟她分了人 一个星期前 志愿者机构给她打电话 问她最近还需不需要志愿服务 赵欣欣才知道真相 对面泰的志愿者 非必要不是真人上门 只是提供线上帮助 分派的人打电话来的那天 赵宇之接电话告诉对面 这边已经不需要志愿者了 赵欣欣接到那个电话时 通声寒凉 赵宇之出门买菜 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 她不知道赵宇之是谁 这个人来家里将近一个月 不涂财也不涂别的 除了买菜 平时也不常出门 在周川来家里之前 她总是习惯躲着 周川来家里之后 她某一天下定决心 出去做扛货工人 晚上出去上班 赚了第一笔钱 赵宇之还给她带了一幅谈话 也是那天 她跟赵欣欣说 我想回家了 后来赵欣欣被凌卢气到进医院 赵宇之把钱拿出来给她这眼睛 她喊她哥 她因她的时候 她觉得算了 就这样吧 她相信她是个好人 赵宇之被带走那天 周川不放心她 想要再请个人照顾她 她没应声 只是在周川带着赵宇之走了两步后 她才又叫住他们 她跟她说 早点回来 赵宇之回 行 赵欣欣没等太久 赵宇之很快就回来了 因为证据不足 手指捏紧又松开 少说十年以上吧 赵宇之没再答话 转身准备敲门 周川站在楼梯拐角处 又叫她 哥 太阳光打在楼梯间 周川被光照着 挡住了照相赵宇之的光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周川走了 赵宇之在门外站了很久 她抹了一把眼泪 才抬起手敲门 她不知道赵欣欣会不会打她走 门被打开 赵欣欣站在她面前 她叫了一声 欣欣 哥 你回来了 赵欣欣声音依旧和往常一样 她侧开身子让她进来 中午和赵宇之商量着 做了满满一桌子菜 给你接风洗尘 她笑 赵宇之给她倒了饮料 你什么时候回家 赵欣欣突然问她 再过几天吧 快了 那顿饭吃的沉默 傍晚 赵宇之和赵欣欣 再一次坐到了楼上的天台上 这一次 是赵宇之自己讲了她的故事 赵宇之师父叫庄前 师父是个好人 看了一家小店 每天的人都乐呵呵的 做的菜被方言吉理的人夸 师父有个双胞胎弟弟 弟弟就是庄静 庄静有钱 常年在外 过年时候回村里 就是个来散财的 帮村里修路 建房 村里人有任何困难都去找她 庄静是个 好人 赵宇之说这句话的时候 有些迷茫 大概好坏这个词太轻飘飘 她实在不能判断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我师父是对我最好的人 有空接你师父来玩 赵欣欣接她的话 她死了 饭店失火 烧死的 一年年末 饭馆大火 赵宇之师父在睡梦中 被人烧死 赵宇之打工赚钱 把饭馆又建起来 师父弟弟经常来看她 留给她一笔钱 泪眼朦胧地摸着她的手 说她不容易 喝醉了酒 她问她师父 有没有留给她什么念想 她总说没有 庄静心又不信 赵宇之不知道 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答案 她一贯不爱管别人的事 不管就不会受伤 于是她仍旧和往常一样生活 开饭馆 逼师父扫墓 偶尔和庄静喝酒 叫欣欣看着捏着啤酒的赵宇之 不知道怎么安慰 笨桌地说 师父要是在天上会心疼你的 你得好好过 她活也不知道是自己着的 还是别人放的 要是别人放的 没人替她报仇 我寻思她也不会高兴 赵宇之说得很小声 赵欣欣没听清楚 我师父这个人好 受了欺负也往肚子里咽 被人陷害了也不计较 所以她可能没有不高兴 但是 我不高兴 赵宇之拿着啤酒站起来 一摇一摆地往楼梯走 月亮照着她的影子 把她拉得很长 走了 下楼睡觉去 在某一个早晨 赵欣欣的眼睛 有了点恢复的迹象 她像上次一样 感受到了柔软的轮廓 第二天 赵宇之要离开这里 赵欣欣坚持要出门送她 要从包里掏出两千块钱 塞给她 你拿着 陆成员 路上对自己好点 等回家好好开饭馆 赵宇之推给她 我不要 你留着赶紧买房吧 早点摆脱那一家人 赵欣欣 我要是走了 你被人欺负砸整 我找你去呗 这地方物价高 生活节奏也快 我活不惯 赵宇之笑了 我也活不惯 赵欣欣和赵宇之走下楼 下楼前 赵欣欣回头看了一眼客厅 她把手机留在客厅里 手机被人打的电话 上面显示着周川的名字 她其实看不清 但她总是觉得 那个电话不要去接 赵宇之看着外头的烈日 你送我到哪呀 你回去吧 送你到车站 以后不一定啥时候见 赶紧走吧 再晚赶不上车了 赵宇之带着赵欣欣走到车站 旁边不远处就是地铁口 赵宇之看着赵欣欣 突然小心翼翼地说 咱坐地铁去吧 我还没坐过 好啊 赵宇之那天第一次坐上了地铁 人太多 挤得她紧张 赵欣欣站在里面 紧紧拽着她 其实我不太坐地铁 有点不习惯 赵宇之笑了笑 她和赵欣欣一样 小时候睁眼闭眼 看到的是圆的月 和一望无际的田野 生活总是走得很快 她和赵欣欣其实不太跟得上 她宁愿走在家乡的土路上 一脚一脚落下一个泥印 她跟她师父 一直是两个慢腾腾的人 把日子也过得慢腾腾 大穷市人太多 楼很高 灯很亮 就是时常不能完整地看见月亮 地铁到站 赵宇之跑去买了两个雪糕 两个人一路填着雪糕 走到火车站 周川那个时候 给赵欣欣打了三通电话 她都没接 周川还是找到了赵宇之杀人的证据 她联系不上赵欣欣 最后查到了赵宇之的火车票 赵宇之走进火车站那一瞬间 她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 人由于活得太怕被人伤害 所以总是对即将面临的伤害格外明感 赵宇之扭头 对着赵欣欣笑了一下 说 赵欣欣 以后不要再被人欺负了 以后你要是来找我 我请你吃面 我们那面做的最好吃的 是南向子口的一家小摊 一碗面六块 比我做的好吃 赵欣欣咬着雪糕棒 对着她笑 太阳狠烈 晃着赵宇之的眼睛 她当初来赵欣欣家的城市 是因为跑的时候太匆忙 身上剩下的钱只够走到这里 那几天总是下雨 身份证她不敢用 她没地方去 无奈选中了赵欣欣这个瞎子 她停在赵欣欣家门口 观察了她三天 看见她去找志愿者机构 三天后 她紧张地操着一口便扭的普通话 站在门外 只是一切都太恰巧 恰巧志愿机构 没给赵欣欣太清楚地回答 恰巧赵欣欣两天后摔伤了腿 恰巧赵欣欣没有能够照顾她家人 她也曾在夜晚把门挡延时 把手机钻紧 把刀藏在枕头下 她怕过赵宇之心怀不轨 可赵宇之对她很好 她怯懦地笑着 听她叫她哥 因为爱总是难得 于是得到便不想怀疑 可原来 赵宇之只是想选一个容易忽悠的 吃口饱饭罢了 叶阳一直挂在天上 赵宇之一把把赵欣欣搂进怀里 赵欣欣 我永远是你哥 赵欣欣回报她 走了 你回家的时候注意安全 别回头看 赵欣欣妈撒着帮赵宇之理好衣裳 她声音滴滴地说 以后咱好好做人 赵宇之愣了一下 心声说 好 她转过身 赵欣欣在身后叫她 哥 一路平安 赵宇之没敢回头 还有半个小时发车 赵宇之把手放进了包里 握上了那把刀 从来没有哪一次 赵欣欣听见过那么清晰的脚步声 她回头没走多远 身后传来骚动 赵宇之背着包往旁边跑 穿儿 凶手要盼多久 少说十年 赵宇之曾一个人坐在天台上 看着天上那轮月亮 师父 这进去得要好久 太长了 出来也没人等我 我不想等啊 要是逃过去 我就回家 继续开饭馆 要是不行 赵宇之在火车站把包扔掉 从包里拿出那把刀 她拉过旁边的人 看着周川的方向 举起了那把刀 喷的一声 对面警察的子弹 打中了赵宇之的眉心 周川瞪大眼睛 看着那颗从枪里打出来的子弹 腿上像被灌了签 一动不动 张欣欣没有回过头 赵宇之在她的耳边 小心地跟她说 等货千万不要回头 发生什么你都只管往前走 火车站的人被迅速疏散 警察去勘探尸体 周川知道赵宇之不会伤人的 可不会有人去躲 她是不是个好人 赵宇之躺在地上 眼泪落在眼角 身后是一大片血 她这一生 一直到最后 都没有几句话要说 赵欣欣顺着人潮走出火车站 外头阳光刺眼 她摸着盲杖 小心翼翼地在路上走 前头的萌道又被东西占用了 有人过来扶着她绕过去 谢谢 没事 赵欣欣的眼泪落下来 再往前走 走回家 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了 赵欣欣回到家时 林如一家人都来到了这里 欣欣 怎么了这是 林如想和她说话 赵欣欣默不作声地绕过他们 林如丈夫 也就是她没有血缘关系的把说 问你话呢 眼睛看不见 嘴也张不开了 赵欣欣突然就笑了 她听着声音 转过身 举起盲杖 狠狠打在男人身上 你的杂种天天躲在女人背后 啥也不会 啥也不干 只会吸我的血 帕地上来拦 赵欣欣扶着旁边的窗户 你今天感动我一下 我带着你们几个同归于尽 帕地和她爸第一次被赵欣欣骂 怂得不敢说话 林如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手摸上赵欣欣的脸 别碰我 你少说屁话 在这个家 谁都能说你两句 谁遇到点事都躲你后头 你不反抗他俩 就只会压榨我 你爱受苦就去受 但别拉上我 我受够了 赵欣欣绕过林如 妈撒着打开门 大力地把门甩上 房间里很安静 赵欣欣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电话响起 是周川 川哥 我挺好的 最近辛苦你了 你好好休息 电话被挂断 赵宇芝其实没对周川说过多少谎 他一直都不是一个聪明人 说谎是他最不擅长的事 赵宇芝是个孤儿 庄前是个官夫 他收留了他 陪着他长大 他还送他去读了几年书 他学习很努力 但成绩永远上不去 老师叹着气 说他真不是块读书的料子 读完初中 他就没再读了 但赵宇芝是当厨师的好料子 他学做菜很快 新创的菜式也好吃 他跟庄前一样 乐呵呵又耸细细的 他有个发小 两个人从小一块整大 发小出去闯荡 他守着那个饭馆 发小家盖了新房 他守着那个饭馆 发小结婚 他还是守着那个饭馆 只是 发小结婚那天 他去人家婚礼现场 给人家递上了份子钱 发小看见他 把他安排在角落的位置上 赵宇芝黄顾着头 看见县里最贵的饭店 最贵的礼堂 他不羡慕 一直乐呵呵的 很多人都说 赵宇芝这个人太笨 是的 赵宇芝太笨 这世界总是走得快 他永远慢吞吞 于是 从来没人乐意等他 庄前死的那天 去庄晋赚大钱的第三年 村里的土落坏了柏油路 村里人都说 庄晋是个好人 庄晋在市里 跟着大哥混了好多年 大哥放高利贷 庄晋跟着收债 后来大哥出世死了 庄晋当上老大 小心翼翼又恶狠狠地收债 庄前偷听到 庄晋在城里放高利贷 他看着他那个弟弟 一母同胞的人 原来路是可以走得完全不一样 庄晋要他不要再这样做了 庄晋表面答应着 背后我行我素 庄晋很怕这种事情 他就一遍一遍地劝 甚至威胁要举报庄晋 庄晋知道他歌颂 不会举报的 但他很烦 是的 他很烦 他跟他哥在饭馆里喝了很多酒 喝多了吵架 庄晋站不稳 吵到一半栽到一边睡着了 庄晋一股邪火涌上心头 他把烟头扔到窗帘上 告上酒 那火烧得很大 他站在外面看了一会儿 那火里面烧的是他哥 一切都自然而然 再怎么调查也像是意外 这点 赵羽之最远不如庄晋聪聪明 他总能让一切自然而然的 毫无痕迹地发生 庄晋怕庄前留下了什么证据 交给赵羽之 他背后骂赵羽之是小编三 耸得要死 还嘴硬 其实真的没有 庄前再怎么讨厌庄晋做的事 也知道那是他弟弟 在后来 庄晋放高利贷出了事 他索性把赵羽之叫到了室里 反正怀疑他 直接把他弄死 一了百了 庄晋太刻意 赵羽之那时候心里已经隐隐有答案 他师父的死和庄晋脱不了干系 最开始 他其实没想去给师父报仇 他这种懦弱的人 根本就不会对人声张 被庄前收留前 他吃百家饭长大 他从小就知道 人不会一直好的 那些对他好的人 身后也是一堆烂账 他一直都知道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才适合这世道 只是庄晋的人来接他走 他坐在火车上 拿着一个装形里的破包 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 庄晋住的地方偏 进门还没聊上几句 就问 我哥真没点你留个念想吗 没有 庄晋笑了一声 前阵子放带出了点事 他已经安排好了 必要时候送赵羽之出去顶罪 行 那你留下来吧 赵羽之合计了一晚上 这大概的意思就是不让他活 他流着泪躺在床上 想起他师父 一个好人 但是没活路 赵羽之决定报仇 庄晋白天不在 派人看着他 他在这中了几天 负责给庄晋做饭 庄晋看着他偶尔迟疑 说 还没到他死的时候 手下说 哥 那批货真瞒不住了 赵羽之知道 他到头了 事发那天 他怕被怀疑 偷偷摸摸地把安眠药 下在了水里 晚上 那七个人坐在房间里 谈笑风声 赵羽之窝在一旁 看着月亮不说话 等人都睡了 他把煤气打开 煤气泄露带来爆炸 烧死了七个人 赵羽之来着之后 常以买菜的理由出去 来来回回地走 直到可以完美地避开监控 他前一天伪装成出门那样子 又从监控盲区折回 做完一切后 赵羽之顺着监控盲区跑过去 窜到了临时 这是他和赵欣欣故事的开始 赵羽之其实是个小偷 没有真心 只是为了偷的一个安身之地 周川和赵欣欣看着赵羽之火化 他一直都没怀疑过他 哪怕带他走 他都一直觉得赵羽之是个好人 只是 原来好事相对的 就像庄敬一样 在有些人眼里 他也是个好人 顺着赵羽之往下查 最后终于查到安眠药的购买记录 和那些看了无数遍的监控里 他偶然落出了一脚 赵羽之被击毙的那一刻 周川看见他倒下 他心跳跳得很快 川 二 你下次来 我给你做鱼香茄子 行 哥 周川把骨灰交给赵欣欣 原来人不仅仅是皮肤血管组织 还有口口相传的名声 头脑一热地反抗 以及 萍水相逢 柔软的爱 三个月后 赵欣欣的眼睛终于恢复 他看着刺眼的光 和一如既往的房间 客厅的柜子上 放着赵羽之的骨灰 他看着照片上的那个人 这是他第一次 看见赵羽之的样子 感觉上是一个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很清秀的男人 凌如在没进过赵欣欣家的门 他来闹过 赵欣欣当看不见 有人对他指着点点 他看见的人说 再指 我就把你手咬下来 赵欣欣决定放弃大城市 太快的生活 这么多年 他终于下定决心 从现在这一秒 开始为自己活 他把房子退租 拉黑凌如一家的号码 准备出去走走 走到一个喜欢的地方 就在那里努力生活 定居下来 第一站 他要去的是赵羽之的家乡 临走那天 周川来火车站送他 他像每次去看赵欣欣时一样 拿着一个塑料袋装几样吃的 到炸鸡口 他把吃的拿出来 再塞进赵欣欣的包里 赵羽之对于赵欣欣而言 是太重要的人 萍水相逢 却胜过这一生 他见过的所有人 他和周川默契地 没再提起彼此的关系 其实谁都没有错 只是无奈修不成正果 赵欣欣冲着周川挥手 说 走了 他走过炸鸡 回头看 周川站在那里 手里拿着一个团成团的塑料袋 对着他脸注意的笑 赵欣欣背着赵羽之的骨灰 坐上火车 他目视前方 这次 再没有人能让他回头 这世上有两颗心 他把他和赵羽之的心放在一起 送他们去遥远的乡下 吃六元一碗的面 赵欣欣看着外面的风景 赵羽之的家乡果然好看 他望着那些 从他眼前划过的风景 想起赵羽之坐在露台上 大着舌头 应该是站在小广告前说话 你活着是为了什么 这个 爱 爱与自由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